哈佛 哈佛就重新去演 我十幾年前拍的第一部電影 叫《逗賞》 逗賞 接著說 唉唷 這邊為什麼拍那麼緩 就是那麼慢 那麼慢 應該做剪接應該剪 這邊就應該剪掉了 對 就說不定更老還更不耐煩 對 對 應該是這樣 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不一定說比較老的時候 它就比較慢 我覺得很難說 不過我覺得每一個人看到吳導演 或者是想到他的很多的作品 尤其是跟我們可能最息息相關的 電動是電視的功格 因為你不應該都可以看到對不對 而且它裡面就是說 用非常簡單的幾句 我們所謂的slogan 一種標題式的一些話語 你就把那個 事業服就畫龍點睛了 而且有個特色就是說 吳導演很喜歡用素人 就是說用我們一般的百姓 逗賞阿嬤你就啟用了一個 其實他也許不是 那麼為人熟知的一個演員 然後他就用一個 非常本土的一句話 電腦會緊逗賞 你看 他就這麼鮮明的 活在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對於脫島阿嬤來說 吳唸貞導演的這次廣告 賦予了他人生的另外一個新的可能性 所以你為什麼會特別喜歡用素人 我覺得這樣講對很多演員來講 不曉得是會不會得罪或是怎樣 我覺得演員很容易流 不是 我覺得演員 有一點是 有一點是台灣 其實台灣很多演員 特別是電視的演員 他的演出都是學電視演出 就是看別人怎麼演戲 他怎樣學 對 他沒有真正進入到人的世界裡面 就是你遇到這種狀況是怎樣 我以前拍廣告就拍電視 就每次叫演員 不要搖頭 因為他每次只要聽到什麼 永遠這一套 對不對 不然就說這孩子 靠腰 我們平常都沒有 對不起 沒關係啦 這個應該還不到消音的地步吧 不是 我的意思是我們不是這樣 就是說你這樣太浮面了 你沒有進入 你沒有進入這個角色 應有的世界裡面 對 那演員他會固定住一種方法 對 尤其我們八點兩年戲劇 每個演員演出方式是一模一樣 都一樣 就是他沒有特殊的東西出來 是為什麼 第一是拍攝時間太緊迫 演員沒時間進入劇本裡面 或者說他不曉得後面自己會怎樣 對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基本上這個角色是飄的 如果在現實的生活裡面 人事實上是有來歷的 對 素人就有這個好處 你就是用他生命的經驗來演 譬如說我們也去拍電子公司的廣告 我要那個女生 就是平常沒有演過戲 我說你只要轉身之間看了你女而言 你有辦法的話就盡量給我 你眼淚可不可以出來 如果沒有就算了 但是我必須要跟你講 為什麼此刻你會流眼淚 我就講一套故事 你女兒平常在洗頭 過年還加班回來 他還拿一個紅包給你 對 你會不會這樣 他就說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你準備好跟我講 他就靜靜站在那邊 他說 我就來開機 一次OK OK 因為他那個媽媽 他當媽媽 對 他當媽媽 你如果叫電視演員來講 他大概馬上跟你講 可以 現在可以 就這樣 要不然說 你準備飲料水就好了 我想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還有素人有個好處 他的臉就是很平常 演員光畫一個妝四小時 每個人就把它服成同樣的 其實現在電視主播也差不多 就是那個報告機 有一天他們問了 對不起 真的得罪人家 沒有 不是 我只講實話 就是說很多人 有些人問了說 主播 主播 哪個主播你喜歡哪個 每個主播都來講都一樣 因為頭髮也差不多 對 化妝也差不多 都這樣 好 不是 我是開玩笑 沒關係啦 主播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資歷不同 還好我們做得夠久 沒錯 因為他有的人報告機 我爸爸 平常他已經稍微喜歡讀人 然後媽媽就會常常 跟他吵架 有時候有一次老師就 老師也是太單純 就跟他講說 你可以去報案 過了幾天回來 發現有一個警察 坐在那邊跟我爸爸聊天